謝謝主席,有請我們主委,陳主委 請陳主委備詢 委員好 陳主委午安,陳主委我想要就剛剛有委員講到的議題來先就來詢問主委 因為我想這個陳水扁總統有講過要推動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 那當年呢有沒有經過公投? 沒有 當年沒有經過公投? 他只是倡議 他只是倡議,沒有經過公投嗎? 他倡議而已 好,那接下來我想要問主委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今天要審查的是這個 主委你要不要再想一下 當年是有經過公投的喔 和平穩定互動架構 他是在說倡議啊 倡議,但是他也有經過公投 那好,如果有經過公投的話其實也 沒有啦 他有陸聯緩連公投 有辦過陸聯緩連公投 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 當年是有經過公投的 好,沒有關係 所以目前的立場是什麼 就是這兩套監督機制啊 就是說原來的這個六個版本 他起心動念最早是因為胡茂協議嘛 所以他是一個經濟性的取向 所以這個六個版本除了 除了實在力量跟尤美尼委員版本之外 根本沒有對政治議題的協議呢 提出一個比較高門檻的監督機制 那現在呢 因為兩岸的情勢有下很大的改變 尤其這個炎月二號,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 台灣總統黨啟動要 不放棄武力對台 要啟動統一台灣的進程 這時候總統在預先 國安團隊預先研判出來 我們在炎月一號的時候 總統就特別宣誓 要四個必需還有三道房屋法 這第三個就是要高門檻的 政治談判的這個監督機制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覺得這一套高門檻的政治議題 監督機制要來弄 所以後來我們也衝過五之三 那送到大院來 所以這是兩套系統 兩套機制並行不備了 所以主委你有沒有認為說 要再做一個什麼修正之類的部分嗎 我想就是五之三 基本上我們送出來也是 身過深思熟慮啦 那也請這個大院能夠支持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 就這個主委的部分來問一下主委 因為我相信主委也非常認同 我們台灣其實一直以來 在國際上面都是保持著一個 友善和合作的態度 其實面對中國政府也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習近平在最近的談話都顯示出 在對我國的這個主權上面的挑戰 也不難想像 除了這個以這個軍機繞台威脅的手段之外 還有以經濟觸統 還有以傷逼陣的手段其實也沒有停止過 那之前也提出了這個三中一親和新版的一帶一線的對台政策 其實更是意圖直接的滲透我們這個民間的基礎 那如果要簽訂這個對等還有和平的協議的話 就必須要考慮到對方的誠信 那過去呢有這個西藏和平協議 那近期呢也有這個中國外交部稱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只是一個不具現實意義的歷史文件 那如果說中國對於其他國家還有這個政治實體 來簽訂這樣的契約 簽訂這樣的協議都有這個誠信的問題 那未來我們陸委會 身為我們這個兩岸協議的主管機關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我們更需要有大量的專業人才來應對 那我們陸委會有沒有這個機制可以應對呢 那目前我們和其他的部會的橫向聯繫 有做一個建制嗎 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有整個國安團隊 對就是跨部會在總統這個主導之下領導之下 我們有所謂國安團團隊 當然這個我們的能力各方面當然還是要加強 那也謝謝大燕給我們一些預算經費 讓我們來強化這個整個團隊的能力 那我再跟委員報告就說 這個高門檻制度最主要您剛剛提到北京的對台企圖 其實是陽謀不是陰謀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高門檻的監督機制 一方面也是給人民給我們一個高門檻的這種授權 也就是說我有得到國會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這樣的一個授權之後 我跟他談判的時候 我才可以抬頭挺胸 我才可以跟他距離力爭 那談回來我公民能夠復結支持我 那就成功過關 我想所以你可以從正面的角度去思考 不是一個什麼高門檻去限縮什麼 是反而我們充分得到人民的授權 有這種mandate的時候 我們跟他談判才有辦法再距離力爭 所以我是建議說委員們 往這個角度去考慮 往這個角度去思考 其實才是真正對台灣是好的 其實主委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跟人家談判的這個前提之下 要有背後有更多的這個 民意支持委員的支持 我們才講話出去才會大聲 好那進一步想要再請教主委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跟這個中國的政治協議的效力 常常都會有被矮化的一個 矮化成這個內國層級的一個疑慮 那過去這個也有經過了海際會 和對方的海協會來做一個會談的模式 但是在那個時候其實是這個 國統綱領的年代 但是因為現在這個綱領已經廢除了 甚至是說馬前總統也有直接跟習近平來做過馬席會 那如果未來和我們 如果未來我們和中國簽署了這個政治協議 我們陸委會有什麼樣的方式 要來防堵這個矮化的問題 除了剛剛這個主委有提到說 我們必須要有強大的民意 在背後支持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樣子的一個措施和行為 可以來防堵這樣子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談判是雙方的啦 對 願意坐下來台是開心感恩 那你矮化我 我當然不能接受 那就會談不起來 所以他如果有誠意 彼此有誠意 就對等 過去常常講要對等對等 那這個是最起碼的 那你把人家矮化 人家怎麼可能來跟你談 是不是 所以 這個道理很簡單 如果你有誠意要談 基於對等地位 就可以談 所以你的看法 所以你如果要矮化我們當然不可能接受 我們民眾也不可能接受 大院也不可能通過這樣的談判計畫 是不是 也不可能可以過關 好 那接下來我想要再問主委的部分是 因為我們跟中國這個相關協議的簽署地點 是不是公開簽署 還有這個雙方所派的代表的代表信 都要讓人民來做這個公開檢驗 那在這部分主委你同意嗎 那還有這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執行層面上面 我們入委會不會有很大的困難出現 我想今天我們既有的這個機制 是有不夠完備 如果強化以後 我相信不管經貿議題談判 政治議題談判 我們有一個法律的支撐 那我相信會比較能夠順利的推展開來 好 謝謝主委 主委我想過去對於這個處理中國事務的經驗 都是非常的豐富 那也對於這個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 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專業的意見 那我也希望說主委在這個基礎之下 還有這個你的經驗的這個 努力之下呢 能夠為我們台灣的民主自由 能夠繼續的努力 好嗎 謝謝 可以嗎 好謝謝 請證明